说前两天我们节目中报道过 黑龙江加姆斯 70多岁的陈大爷 在自己家用雪雕塑出 一列和谐号的动车 全车一共是7米长 耗时5天的时间完成 雪雕的视频被传到网上之后 网友是纷纷点赞 咱们先来回顾一下 咱们是东北银的 生在雪乡 咱们不能把这雪 白白的浪费 做点作品嘛 迎接新年 现在国家发展的 做高铁来得先进的 我这一整四天了 7米长 还没见完呢 我喝隧道事 不会是电视片子 别看陈大爷这列动车 坐得这么好 但其实他是从来没有 见过真正的动车 只在电视上看过 他也是一直有一个梦想 就是能乘坐一次 真正的和谐号 到外面去走一走 最好能学习一下雕塑的记忆 这部老人的梦想终于实现了 哈尔滨铁路局集团的 邀请陈大爷和老伴 坐上了加木斯 开往哈尔滨的高铁列车 踏上了他的圆梦之旅 这车已经开了了 哎呀 那这么稳定呢 那时候就跟着来看 可舒服了不得这儿了 那车讲了啊 那水是大寿司了 也能坐上高铁了 欢迎您乘坐我们的列车吗 车长也漂亮 车长也漂亮 车也漂亮 这都好 奉献时间的 我的愿望达到了 太高兴了 陈大爷高兴的说呢 之前听别人说呢 来哈尔滨呢 需要坐一夜的火车 结果呢 今天搜一下啊 就到哈尔滨了 这速度也太快 太方便了 咱们中国高铁啊 真的啊 就是牛 除了体验高铁呢 陈大爷和老伴 还来到了哈尔滨的 雪博会现场 雕刻师呢 向陈大爷介绍了 雪雕制作的技艺 以及方法 看到了栩栩如生的 雪雕作品 陈大爷激动的说呀 这雪雕也太好看了吧 看到这么多的雪雕呢 大爷也来了灵感 他说呢 回家之后 还要好好尊严 准备呢 用雪雕刻一个 神舟飞船 大爷梦想啊 够远大的啊 加油 期待您的新作品 这大爷坐高铁的愿望呢 虽然看起来很普通 但当这个小小的愿望 被全网的网友牵挂 那是一种什么力量啊 我想啊 吃爱 吃温暖吧 这样永动善意 与美好的风味 真的是特别的温暖 大爷要雕 神舟飞船啊 是暗示着来年 要上飞船吗 这个可有点难啊 难以帮你圆梦 不过呢 还是恭喜大爷 圆梦和谐号成功 也希望您和大妈呢 能够一直开心幸福 不过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